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烧上一点毛毛盐 胡椒面 花雕 把鱼腌制一下 腌制大概四百分钟 现在准备副料 生姜准备烧去 用刀撇破 再切碎 大声来给烤起锅 用刀撇破 剥着生姜一起 剁成姜蒜面 青小米辣准备一个十几毫 吃得不那么辣的也可以用青二斤条来再切 把小米辣切成模型 尽量切剥一些 再准备一小子香葱 切成葱花和杯 好 切锅 锅中加四个清水 葱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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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鱼划入锅中 把鱼划入锅中 等锅中碎开来就关小火 保持鱼盐泡 浸泡个15分钟 这就是川菜烹饪激发当中的毒 把清熟的鱼捞出来 装鱼盘子 重新起锅 烧热 锅冒烟来就下油 倒 下干花椒 包出香味来 投入姜水面 一起炒香 把清香面倒入锅中 继续炒香 锅中够有一勺煮鱼的圆汤 推鱼 水看来就调出盐别汤 和鸡精胡椒面 淋上少许生抽 一点点盛醋 一起烹炒煮 煮鱼 用煤鱼鱼来到煤鱼鱼 煤鱼也可以不加 香味要差一些 腾椒油 继续炒煮 煤鱼 现在够少许的果前 一起推鱼 打开手指 最后烧上少许的葱花 烧起碗炒 就差不多 把炒好的鸟汁浇在鱼身上 烧烧叶 香双剩下的葱花 烧上点注意 更有机会 一道麻辣现象 鱼肉清甜细腻 鸿皮独特的酸辣过水就完成 你学会了没有 老鬼鬼 喜欢的 还行长安点赞上面 出发强烈推荐 没有学会的也没得关系 点完再来再刷两点 感谢所有奇妙的相遇 不为生命而来 不为低谷而去 与光同行 心有所想 频繁的日子也会翻着光 我是厨子 下期见 我现在来帮大家尝一下 来 本事先吃 你们不吃我就帮你尝尝 这鱼肉是鲜甜的 然后吃进来又嫩 并且我们做了这种无吃化处理的过后 它是吃不到想吃的 你看我刚才加了这个鱼肉 我就给烤个吃 鱼肉鲜甜 麻辣 又带着这个青椒的鲜香 非常的过瘾 哇 真的好吃 建议小伙伴们都去试一下 学会了的 长按点段三秒 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每个学会的 点完整的再去刷两遍 这道菜非常值得大家的仪式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